请问是否有一种说法 因为认为有能力的慈悲的上师会替代造恶业的众生承受痛苦 而产生严重疾病 这种说法正确吗 自己往昔所造的恶因导致现在的恶果 可以由佛菩萨或者上师代受吗 如果可以 怎样理解因果自作自受不会颠倒错乱颠倒呢 如果不能又该怎么样理解吴卓菩萨所讲的 众生罪苦自代受无有怯弱佛子行 和事故极乐以他苦真实相患佛子行 还有然以悲心将比罪自身代受佛子行 这三句话呢 简单的回答一下 这个我们比如说 一般的人是所有的他自己的这个面令的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 没有办法代替别人的这个这个痛苦 比如说我们守自他相还的时候呢 我们也在想把自己的心腹送给别人 别人的痛苦我们来承担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实际上别人的痛苦我们来代替 实际上是很难的 但是另外一个比如说修行修的非常高的境界非常高的人 然后呢 就他就通过他的比如说生兵 比如说这个圆祭的时候啊 生很大的兵呢就是这个呃就是就就就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啊 折腾啊这样子当中这个这个圆祭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就消除就通过这种方式消除某一个地方的宰难啊 或者是某一些人的这个违缘是有 但是呢他能够这样子的人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不会有痛苦的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就很痛苦很病痛啊疾病啊 还有其他东西折腾啊实际上是没有折腾啊 所以就这两个问题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啊 我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是的这个英国是没有办法他人取代啊 都是自作自受啊 另外一个这个成就者境界非常高的人 他有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他也不是把别人的痛苦直接移到自己的身上 而是这一通过一种这样子的方式来消除一些呃这个病痛啊 还有宰难啊这些是有的 但是他能够给我们啊消除这些灾难 那我们也曾经也就是有一些相应的事情啊 这个英国应该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他也消除不了的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